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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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是念华钢艺术学校 那我义工队是在金门就是那个吴宗宪义工队 回来的时候我是担任钢琴老师 因为在台北的这段时间国中毕业就上去嘛 让我看到说北部居然有很多我美容客家装的一些古文物 其实那时候我就会升起一股觉得有种使命感 说这么棒的古文物经过特殊就是他们的特殊摆设 展现出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力 那我就期待说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为什么身为一个美容的子弟兵 我为什么不努力去把这些流失的古文物 或流出去外面的古文物 能够给它保存 留在家乡 其实这是一个使命感 装饰线的指引 装饰线的它那个作用只有在于说 保护短骨你知道 保护短骨给予美化 然后等于说因为我们在开关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让它能够寿命力加强 然后表背丝丑耶嘛 丝丑少 保存客家文物的使命感 让李红军毅然决然放弃优渥收入的音乐工作 选择回到家乡 美农 建立直伞场 展开油纸伞的文化保存工作 但照决定 刚开始 家人并不支持 我们两家大家都反对 他走音乐怎么要做直伞 他说没有产下去 落墓下去 因为以前做直伞的师傅 消散骨的师傅 已经很老了 70多岁了 后来 他走这条路 我们进去 我们两家 弟弟 弟媳妇 差不多都帮忙 没有上工钱的 就是这样起来的 大家就拿回去帮忙 我就到店里帮忙 红仙 红山谷 刚开始真的很辛苦 今年已经 80多岁的灵秀弟 依然呆在制作油纸伞的第一线 一笔一画 一功一乐 画着山水草木 也画着儿子理想 努力不让传统工艺断层 纸伞文化村也极其地培养 有兴趣的年轻师傅 继续投入文化保存的行列 OK 你看 两个就按理流 对 对 对 这个线这样 敲 会美 敲这个最主要让它 有没有 这个线才可以松 芸香园制作文化村 它已经三十几年 那你看从我们炒创时期 到现在的老师傅 都已经八十几岁了 那尤其我们在希望说一些新的年轻朋友 能够加入我们这个传承的一个计划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像我们的制作伙伴 做作传伙伴 其实他也是来到芸香园里面 已经好几年了 以前哦 会心以前都要 我们都要用钉子 用那种铁锤去敲啊 现在比较工具比较方便了 对啊 这早期老师傅传承给我 教我的时候都是用 用那个铁钉你知道吗 铁钉跟铁锤 有时候一个不小心手指就 手指就敲到了 从执传场的设立到文化村的转型 李鸿钉摆设过去的制伞工具 让大家认识完整的制伞流程 更结合多样化的元素 像是客家美食雷茶陶艺 就是希望让每个来到美农的游客 能够再停留久一点 再多一些亲手体验 认识客家文化的故事与美好 其实云香云资伞文化村 它的起身就是以资伞 资伞场到后来的设计筹划 这个资伞文化村 那因为资伞它是一个单元 一个单一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说 已经没有办法再引合游客的需求 于是因为北英哥 南美农 我们美农呢 其实有最早期就是 开拓第一家的那个陶艺工厂 等于说专走陶币的 就是美农窑的朱邦雄 朱老师 那于是在这种氛围架构之下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村 不是一个工作室 所以我需要融入很多客家 有特色的元素在这个村里面 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能够停住的比较久 于是我就想到说 那我应该可以就是用这个 陶逸 陶土的东西 来更让一些亲子活动 更浓厚在这个资伞文化村 所以当下我就规划了这个云香药 那开口要大一个 你刚刚有没有印象中 我刚刚指出这些花瓣是往外说 他是往外退 枝散文化村内负责陶逸体验区的中一生 是退伍后来到这拜师学艺 现在留下来工作 一边创作一边让民众有机会清净泥土 我退伍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从事绘画工作 那来这边 原下原创作上五花村 刚好接触到陶逸的部分 那我是讲说 陶逸跟绘画部分 应该是可以结合在一起 所以就拜了 我们这边有一个李老师 开始学习 开始接触陶逸 轻轻地拨出来再来 好 往上慢慢拨 好 到这里就好 好 你看 快变胖了 好 如果说你还要再胖一点的话 继续推 好 不要用力 好 胖都够了 我们再来做那个开口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可以转一个 对称的地方拉下来 好 这次分一半了 那你两边 你看你要多 你要约几个都可以 一个也可以 两个也可以 好 你这个写 这有一条线 这条线底下不要写它 好 那我们直接像你拿铅笔一样 直接把它刻上去 相对对于我们整个大美容 大美容地区来讲 它的观光产业部分 它是有加分的作用 不只是靠门 只有油纸闪而已 陶逸也是一个很 很有趣的东西 也很好玩的东西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的东西 这个灯笼一般拉是这样子 给它这样子拉开 拉开来 早上那个 检查过的 上游算好的 我已经检查过的成品 送进来的时候挂上去了 没有 还在那边 总是为顾客着想 思考来访的人想要什么 李鸿军也不完全以商业为考量 制版的器皿 绣花鞋 油纸伞的历史 就像是时光回廊 过去的记忆与画面 似乎距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 文化跟文创的推广 不例外的一定是展示跟展授 但是在展示跟展授的过程之间 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些 比较属于公共空间 就是让来的嘉宾或来的朋友 他能够去在没有很商业的氛围下 去接受它 除了一楼做一个实体教学 跟生产制作 二楼我们就应该走向于互动式的 从过去全家人支持李鸿军 保存传统工艺 到李鸿军这一代 他用自己的方式 支持着学习音乐的三个孩子 这种传承理念 这种意志力坚强 跟做事永远不要轻易的放弃 这也是我启发我的三个小孩子 不管你在音乐领域 不管在哪个领域 你要有比较长远性 然后做有意义的事 我是觉得说 不管你有没有赚到钱 做有意义的事 那个是最重要的 李鸿军的三个孩子 各有不同的个性 与音乐专长 也对爸爸给他们的教育 有不同的感受 百世在我这个年纪 就像我这个大学毕业之后 他在我这个年纪 创办这个圆香园 那也是他就是传承 在所有年轻人那时候 都想往外走的时候 他选择留在这边 坚持一些传统的东西 那就是我现在其实也是 稍微有一点那样的角色 就是因为大家 我的很多同学朋友们 他们都去走一些流行的东西 就音乐系毕业之后 他们就去走流行 他们不会去彻底 就是从头到尾 彻头彻尾的在玩这个传统的东西 那我算是比较另类一点 就是我觉得 我还是很坚持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有它的价值在 我才是第一个学婴的小孩 然后为什么我会走钢琴 其实就是爸爸 就是他就觉得说 哦 第一个女儿 然后他的 算是他自己的未完成的梦 你知道吗 因为他自己就放弃音乐 选择做 回来做传承这个工作 灌输我们一个很重的观念 就是坚持 对 包括他 他每次都会说 他也是很辛苦啊 但是就是坚持走完 他觉得一定还是会有很多收获 我印象有一个很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时候 爸爸有先过去陪我一段时间 就那边的东西都稳定了 然后他就回国 然后那时候 我自己在美国 然后他到桃圆机场的时候 他有传了一个line 然后就传说 嗯 什么农儿爸爸已经到机场了 然后就是接下来路 你要自己走 然后你要用功 要努力这样 讯息我到现在 还有截图截起来 就看起来 现在看起来就是 就是真的会很想哭 我爱好音乐 热爱音乐 但是我的爸爸是农夫 我的妈妈也是农夫 所以在我整个 我可以讲是美农 美农症第一个 最早国中毕业 就可以支撑到台北音乐 华钢艺术学校 各位知道 华钢艺术学校是贵族学校 那花了家里非常非常多的钱 到后面 家里也是 不要说养不起 就是没有办法再负担 所以我那个时候 也是告诉我自己 我走了音乐 走到一半 没有继续完成这个梦 我必须要学会独立 所以于是 决然的也是创办人相远 这也是我为什么对 三个孩子 我期待他们音乐一定 我责物旁贷就是 我一定要提供他们这样的环境 过去的遗憾不再是遗憾 过去面对故乡文化的失落 也不再是怅然 音乐与油纸伞 如今都围绕在李洪军的身旁 凝聚了家的温度 与他对故乡的爱 航转内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执三产业没落后 执三厂后人曾启华与妻子吴丽娟 把工厂重新整建 结合在地客家文化产业特色 而有了现在全新的休闲旅游样貌 因为我先生他是道地的美容人 他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美容的特色 能够一一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我先生他点子很多 他会发想很多一些特色的东西 可是执行是我在执行 对 因为可能我对于艺术的东西 对于手工的东西比较有兴趣 现在民俗村内的大小事物 多由吴丽娟一手包办 当初他会从嘉义嫁到美农来 其实也跟油纸伞脱不了关系 我跟我先生是大学的同班同学 那当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美农人 那时候他就是拿了我们家的小纸伞 然后去分送给我们班上每一个人 当然我手上有一只小雨伞 我都觉得很漂亮 那我也不知道我先生在追求我 感觉上还蛮谈得来的 就慢慢地就变成男女朋友 之后就嫁到美农来 爱情很甜美 现实也需要面对 纯手工制作的美农油脂伞产业 因为年轻人不愿意接棒 以及中国的销价竞争 产业逐渐没落 转型就变成势在必行 我们在做美农民俗村之前 在我们美农镇有一段时间是大家都卖大陆伞 那因为大陆伞它的品质也不是很好 可是因为它很便宜 所以有打击到我们美农的油脂伞 所以我们就想说希望能够把这个纸伞的文化能保存下去 可是单靠我们一家老店 小小的一间老店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我跟我先生就想说我们来做大一点的 创了一个美农民俗村 把这个纸伞结合我们的客家美食 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 客家雷茶 客家的酱菜之类的 呈现出来 感谢更多人来认识我们美农的油脂伞 其实老一辈的油脂伞师傅们年纪健大相继退休 民俗村开始培养油脂伞工艺师来接棒 像是蒋小长从员工做起到学习制伞 而她也和吴立军一样是美农媳妇 我从湖南 嫁了美农快二十年了 来民俗村九年了 纪念体九年 学这个散 跟师傅学做散农还学了两年多快三年 因为本身我就蛮喜欢做手工的工作 刚好又有这个智慧的老师傅 做了八十都是刚好退休 我们老板说我要不要学我就想要学 我觉得还是要使唤嘛 只是我们很多人来学都没有学会 因为第一我使唤这种手工艺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做啥 我就他做这把做美农的油脂伞最大就要适行 他每一个步骤真的你只要想那个一点 想不适行的话你就完成不了 美农油脂伞 散古所使用的竹材需要坚硬有弹性 多选自南投产的孟宗竹 只不过现在美农会做散古的师傅 已经越来越少了 我们刚开始做这个树伞 首先就拿骨架伞 骨架 因为骨架先是消耗的骨架 然后拿出来先 然后用它每一个等份啊 每一个骨架的等份不是都要平均一样 然后弄好以后再扰线 扰完线再表纸 表纹只开始贴边纸 以前的扰它是没有白胶的年代的时候 所以我们上一种四支水 为什么四支水它可以单粘作制 我们现在是用单染色制在用 因为现在有白胶了 我们就单染色制 所以说刚刚做出来只是白色的 现在变成这种咖啡色 所以美农的油脂扰 它都是有一种浅咖啡色的颜色 虽然学习制散的资历不深 但蒋小长对于这第一次接触的传统工艺 却有着无比的热情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民俗村 比较民俗的东西 所以我们美农的一些客家的文化 一些什么 在我们这个民俗村都可以呈现出来 我还蛮喜欢这种 一些典故 还是我们美农的一些骨质 第一个喜欢美农的人情 所以我不太会嫁了20年 还不太会讲客家话 我觉得客家话听起来 真的很好听 带领着一批员工 在工作之余也认识地方文化 更认同自己的家园 这是吴立军把员工当作一家人的展现 而他自己也没闲着 从小就有绘画天分的他 现在多专注于散面的彩绘创作 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甚至小时候 我还特别去参加学校的写生比赛 那到了高中呢 我还特别去跟我的美术老师 去跟他私底下学画 高中曾经想过说要考美术系 但是因为经济的关系不允许 所以变成说 这个画画就是我的兴趣 那之后呢 因为嫁来这个资产世家 我又重拾了我的画笔 又可以在上面 在资产上面做画 不管是自己培养工艺师 还是利用这样的整合平台 吸引民众愿意来观看欣赏美农油脂伞 盛获实际体验DIY 吴立娟希望让油脂伞这样的产严延续产业生命 让更多人愿意清净 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空白的地方 你可以画线条 看你要画两排三排都可以 那每一个地方用不同的颜色 之后你再把它打开来 会是一支很漂亮的纸上 你要不要试试看 好来就这样子 画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会用大拇指 把它往上撑一公分 往上撑一公分 它的散面就会比较平整 我们就可以来做画 弟弟你这把散画得好漂亮哦 谁画的 妈妈 妈妈画的哦 妈妈跟爸爸画的哦 对不对 你这个这个上面是不是有花布 原先我们只是在做纸伞 贩售纸伞 那应该大约在十年前 十年前我们的纸伞的生意慢慢的没落了 然后这个手工艺也很少人在学习了 那我跟我先生一直感受到说 我们这个美容纸伞的记忆都快要失传了 所以呢 可是这个学做纸伞的技术又相当不容易 也不是说三天两天 三个月五个月可以学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开发这个十二英寸DIY 我们借由这个让客人来做DIY 来宣传保存我们的美农油纸伞文化 我们会把这个纸伞的原油纸伞的这个记忆 纸伞制作纸伞的材料 会把这些课程呢就是交给大家 然后也让大家了解说 我们这个美农纸伞还有一项文化代表意义 就是可以当嫁妆 我们美农的妇女以前出嫁的时候 都要带两把纸伞当嫁妆 代表早生贵子多子多孙 还有圆满跟缘分 有这么好的代表意义 我们就很希望说 我们这个资产记忆能够保存下去 透过艺术推广客家文化外 吴立娟的民俗村也结合了客家饮食的元素 像是甲仙的芋童冰 美农的板条 客家擂茶 还有腌制酱菜 让游客透过美食认识客庄文化 也增加在地产业的能见度 我们现在的量都够卖嘛 对不对 那妈妈有没有想说 大概什么时间还要再做下一批 我们大概是每年五月的时候做公鱼 全部都不会像外面的 外面一般在做的时候 它是凤梨跟黄豆酱是分开发酵 然后凤梨是煮过之后 它们只要混在一起 它们两个月可以塑成 但是我们的凤梨酱 都要买一年才会拿出来买 我们从小在我阿嬷 他们他们就会腌制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也是从小吃到大的 对 然后吃到大 然后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去做 对啊 然后就是穿上它 也是上一代的制作方式啦 关心返乡青年把他们的营运状况 放在心上 因为吴丽娟知道 唯有获利工生 彼此才会有出路 不要去美农老街拿拍拱拌 还有甜拌 都是美农这边 道地的小点心 澡板 我要这个红板 好 十个 好 这个艾潮板嘛 对 二十个 适逢客家习俗的草木 传统板店 正马不停蹄的赶工 不分老中轻 各种样式 不同口味的板 一粒粒被包屑 捏出 蒸熟 出炉 安东尼 这个都是美农的 这个都是我们美农传统的小点心 这个一天最多可以做几颗啊 很多颗 很多颗 就是有到一千颗 一千颗哦 满的时候会做到六颗 我们苏的盘工饭包什么 我们苏的盘工饭包什么 苏的是有那个香菇荷炸 那蘿蔔干 还有那个那个素食的菜桌 二十六七四就开始做这个 我做这个做了三十几年了 从我女儿八十四的时候 就做到现在 这个就是找木杰要用的 还有人家结婚 喜庆 那那个神明料理的 都要用这个 那个我们客家人的红板 爸 哥哥没看到耶 整体好吗 好 我们美容在地的传统妇女呢 基本上她们都有一份 很坚毅的精神 她们做任何事情 都是有始有终 而且是很肯做 就是刻苦耐劳的一个个性 在我们客家妇女的身上 真的是表露无遗 所以我也希望说 能够学习她们这样的精神 能够把这个 紫散能够真的是 可以传承下去 从闽南城市 来到客家山城美农 吴力娟在这里 延续了自己热爱艺术的生命 也看见了坚持前进 无所畏惧的女性价值 就如同见证着美农历史 陪伴无数美农人们 那一把把的油纸伞 坚毅牢靠 而又温柔鲜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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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